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各大榜单和颁奖里都有他们 作为JYP的团 刚出道的他们就发了首张专辑Bad But Good 该张专辑一共收录了Bad Girl Good Girl 郑和氏 再一次等四首歌曲 主打歌Bad Girl Good Girl广为传唱之后 还获得了第二届猫妈颁奖里年度最佳歌曲奖和第二十五届新唱片大赏因缘本赏 但尽管如此 却是歌红人不红 除了裴秀志以外 其他的三位成员 有两位是中国成员 吉孟佳 王飞飞 还有一位韩国成员李文应 但大众认知度并不高 只有裴秀志是团理人气王 大概是因为相貌 音色出众 长在了韩国人的审美上吧 作为团理年纪最小的盲内 他和其他三位 无论是年龄还是人气都差距太大 因此有传言说他在团里是被孤立的那位 以至于后来宣布团解散的时候 网友纷纷恭喜裴秀志终于甩掉了这几个舞伴 可以自己独美了 裴秀志在韩人气确实非常高 在他们团刚出道不久的时候 他个人的资源就已经远远把队友们甩在了身后 出道第一年 他就成为了一档音乐节目的固定 第二年 他又跨界开始尝试演戏 2011年 裴秀志和金秀贤 玉泽妍等人 主演校园剧《June High》 初次演戏的他表现亮眼 还凭此剧于2011年获得 KBS演技大赏最佳新人奖 当时公司看到秀志如此好的发展前途后 也开始为他寻找更多的可能 于是在2012年 他首次接触大荧幕 与颜泰雄 韩佳仁 李迪勋主演电影《建筑学概论》 剧中他饰演大学时期的女主角杨瑞英 因为整部电影中秀志清新素颜的演出 他成为了韩国观众心目中的国民初恋 并且 单凭此电影 他还获得了多个含金量较高的电影新人奖项 从而成为韩国首位在歌曲 电视剧 电影 综艺四个领域 都获得新人奖的艺人 那一年他18岁 此后就有传言说他仅广告收入就高达百亿 靠他艺人养活JYP 据说最巅峰的时候 他艺人就拿了二十几个广告代言 妥妥是女爱斗中的广告之王 他还是韩国女明星中第一位入驻杜莎夫人拉相馆的 当年这个消息一出 就成功占了韩网Never第一名 那一年他才23岁 要说演技 在他现在这个年纪肯定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但颜值上 他是真的很扛打 另一方面 裴秀志也是公认的男神收割机 戏里合作的都是李中硕 李盛基 金语斌这样的人气男星 戏外谈恋爱 也是李敏浩 李洞旭这样的顶流男神 2015年 裴秀志与李敏浩二人公布恋情 俊男靓女情侣 十分登对 巧合的是 之前裴秀志在一个采访中 曾被问到最想合作的男演员时 就提到了李敏浩 搭档倒是没有 直接变成男朋友了 而李敏浩曾说过 自己喜欢开朗可爱的女生 恰好就是裴秀志这一行 可惜在2017年 因为李敏浩面临服兵役 两人同框减少 让媒体看出了端倪 分手传闻满天飞 没多久 这消息得到证实 和李敏浩分手后没多久 裴秀志又传出于李洞旭的恋情 据说二人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的 互相有好感 之后相恋 不得不说 裴秀志是有点玄学在身上的 好几年前 他曾在一个综艺上说过 理想型是李洞旭 可惜哪怕是理想型 在现实面前 爱意也会慢慢削减 在一起四个多月后 他们就分手了 对外公布的分手原因 不外乎是一人分手 常弄的话术形成太盲 据少离多之类的 之前他和李忠硕演 当你沉睡时 甜到让人怀疑不像眼的 还有不少观众猜测 他是不是也攻略了李忠硕 真的在谈 不过现在李忠硕 官宣了和IU的恋情 看来李忠硕和裴秀志 并没有产生火花 谈的都是国民男神 也难怪会被羡慕极度恨 16岁出道成为爱豆套 21岁和李敏浩谈恋爱 24岁和李东旭谈恋爱 现在还不到30岁 就拿了青龙奖时候 不得不说 裴秀志 这拿的是大女主剧本吧 不过还值得一提的 就是他的大豪宅 韩富婆裴秀志的独居生活 有多真实 22岁那年 他就在韩国富人区买了套房 房子占地600多平 那是妥妥的豪宅 可里面却乱到 他本人都不忍直视 家里脏乱的 他都不敢开灯看 秀志这人主打一个真实 知道节目组要来录制 也没特意收拾 厨房放了前一晚喝完的酒瓶 卧室的被子 也永远是刚起来的状态 衣帽间和浴室 更是丢满了换下来的衣服 他将地上的衣服捡起后 就到了卸妆环节 只见他直接将假睫毛拔了下来 然后一边碎碎念一边搓洗卸妆膏 直言我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第二天 秀志直接睡到上午11点 醒来的第一件事先坐起来醒醒脑 然后来到摄像机前照镜子 看完他的素颜状态才知道 原来只要底子好黑眼圈啥的 根本不会影响美貌 随后 他又简单扎了丸子头 边发呆边开始洗漱 因为起得比较晚 他的运动时间一般在中午12点 不过好在 他请的专业老师上门指导 这样就免去了出门的麻烦 运动完来锅素食泡菜汤 这就是他的早餐兼午餐 下午他像很多人一样窝在沙发 追剧追累了 就直接躺下补觉 这状态简直就是周末宅家的我本人 睡醒后他突然有了灵感 于是马上起来 将脑子里的旋律记了下来 原来他正在准备专辑里的自作曲 为此他还请来了前辈指导 眼界已经到了晚餐时间 秀着亲自下厨 做了份拿手的意大利面 平常他都是直接端锅吃 为了招待客人 这才特意装进了盘子里 前辈离开后 秀着早早地完成了洗漱 结果12点就爬上床的他 怎么也睡不着 到了凌晨5点 依旧在刷手机 这真的是太真实了 总的来说 如今的秀着也才28岁 却已经财富自由 名利双收了 真的是很优秀了 另外秀着主演Netflix新剧李斗娜 将于10月20日播出 此剧改编自同名人气网曼 讲述退圈人气女明星李斗娜 和普通大学生李仁俊 相遇后展开的浪漫爱情剧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小师姐的视频 可以点击订阅关注 喜欢谁就告诉小师姐 奥小师姐会每天给大家更新最新资讯